这个小镇被传送到了300年后的未来 小镇之外则是残酷的荒野 在这个世界生存着一种被称为修订者的巨大怪物 他们是人类感染病毒变异而成的 为了维持生命需要把正常人类当作消耗品进行补充 他们先前策划了一场阴谋 试图让整个色谷镇的人都成为他的消耗品 可最终却被驾驶者外骨骼装甲的守卫队打败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掳走了不少的居民 到了次日 守卫队竟然在路上找到了逃出来的居民 而他刚好就是守卫队队长大介的舅舅 而另一名队员庆座却没能找到自己的妈妈 通过对舅舅的询问 他们得知了修订者总部的大改方位 大介为了感谢庆座帮自己找到舅舅 竟然决定要和庆座偷偷溜出去寻找他的母亲 而大介也即将付出被肢解的代价 为了能够扫视更宽广的范围 他们两人的距离拉得很远 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后 大介的机体检测到附近发生了重力场 随后天空便发生了空间扭曲的现象 一只紫色的怪物竟然凭空出现 他并不是修订者 而是不知身份的时空穿梭亡灵 很快 这只亡灵便开始发起攻击 他的速度和之前的怪物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 而且他的力量也非常强大 甚至连机甲也无法阻挡 更恐怖的是 他竟然针对着大介想当英雄的这种思想 不断的发送贬低他的话 如果是空穴来风的话 肯定伤不了他 可这亡灵说的话却句句熟实 句句在理 无论他嘴巴上怎么去否认 却无法磨灭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他一边遭受肉体的折磨 一边遭受精神的折磨 自己的形象也从一个英雄变成了一名阴险小人 他恼羞成怒 想要杀了这满嘴实话的亡灵 却不料一枪射出去 竟然直接射中了色谷镇的大楼 差点没把里面的居民砸死 当他着急忙慌的回过神来一刀斩去 竟然被亡灵瞬间切断了一条手臂 就在他即将被肢解之时 一发子弹射中亡灵 成功把大戒救了下来 来救他们的便是从小镇里赶来的队友 而那名强大无比的亡灵 见到队友已经赶到便选择了离开 而刚刚的那一番话 却让大戒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打击 因为刚刚的战斗 小镇里有不少居民遭到波及受伤严重 而擅自驾驶战甲外出的大戒和庆坐 则被关到了看守所里 那两个人 人以后 人生未遭到 从小镇里是在有的 或是に出自身espace 虽然而知瑞与 死者将是在于这座 死亡灵亡灵亡的 死亡灵亡灵亡灵亡的 死亡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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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